1966年11月14号的晚上 美国波音特·普莱森特小镇里 一名叫做帕特里奇的商人 正在家中看着电视 可突然间电视的屏幕闪烁 出现了许多不明形状的图案 并且发出了某种奇怪的噪音 正当他疑惑的时候 窗外却在此时传来了一声巨响 于是帕特里奇慌忙出门查看 自己家的猎犬也是随之冲了出去 面朝屋外150米处的干草仓库嘶吼 却不敢向前 帕特里奇开启了闪光灯走上前去 可刚走两步 就远远看见了一个巨大模糊的声音 他缓缓转过身来 用一双巨大红色的眼睛 直勾勾的盯着帕特里奇 同时眼睛里射出了某种强烈的光芒 这一双眼睛的眼睛 是一个产生生的一双眼睛 是一双眼睛的眼睛 是一双眼睛的眼睛的眼睛 还有我一直看着 我听到听到这个眼睛的眼睛 这个眼睛的眼睛 就会双眼睛 lou大根 这个眼睛的眼睛 是一双眼睛的眼睛的眼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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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